这张照片拍摄地 就是发现被藏在默克斯村盐矿中宝藏的场景 德国在二战期间 从各国处掠夺了包括黄金、白银、珠宝 以及各国艺术珍品 和大量货币在内的巨额财宝 起初 德国藏匿了一部分在纳粹德国帝国银行中 但随着战事发展的越发不利 他们便开始这批财富转移 分批藏匿 今天我们就要来讲讲 迄今为止发现的 最大一笔纳粹宝藏 默克斯宝藏 巴顿将军 曾在1945年4月 率领美国军队 占据了德国的图林根地区 当时 美军在图林根地区的 默克斯村附近实行宵禁 却在晚上巡逻时 发现了两名 在外围禁行走的妇女 有个美军上前询问之后 才知道 是为了给即将生孩子的妇女 找接生活 在美军帮他们找接生活的过程中 路过了默克斯村 无意中 有位妇女说 他曾经看到过 有许多大卡车 往此地运输了大量物资 应该有宝藏 士兵听到了之后 赶紧报告给了上级 这才发现了宝藏 这张照片拍摄于 1945年4月12日 拍摄的是巴顿将军 邀请着艾森豪威尔 第三军军长 中将乔治 巴顿 和第十二集团军 司令官上将布雷德利 前来默克斯村的盐矿里 来检查那些 被纳粹鲁律来的艺术珍品 图为被纳粹鲁律来的 于十二世纪制作的 匈牙利王冠 这顶王冠上 有许多珠宝和发廊镶嵌着 在王冠的最上面 歪歪地嵌着纯金的十字架 足见极珍贵 现在这顶王冠 被陈列在了 匈牙利的国会大厦里 图为艾森豪威尔查看 那最藏匿在盐矿里的 黄金和钞票 其实 美军早在刚打开盐矿时 就已经在矿洞中 发现一批 共计500个的麻袋 里面就装了有箭金 22亿德国马克 之后 他们又在里面发现了一个 装有钢制保险门的矿洞 在美军 拿烈性炸药炸开门之后 各种装有黄金 白银 珠宝 以及各种钞票的麻袋 挤满了那个 1000多瓶的矿洞 当真 让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震惊 图为两个手中 正拿着金砖的美军士兵 去统计 那个矿洞中 共有金钉8198块 金砖55箱 各种精致的马克 法郎 银磅1300多代 以及面值为20美元的金币 711代 合计有250多吨黄金 除外还有德国现金 2380代 并1300箱 以及重达10吨的 其他国家纸币 图为士兵 正在通过轨道来运输金砖的场景 矿井中除了有金砖 还有200公斤重的大银钉 20块 银条40代 银盘子63箱 再加55代 白金一代 和各种珠宝钻石 110代 这些宝藏里 最令人吃惊的 是几个装满了戒指 和金牙的麻袋 这些明显 就是从那些 被关进集中营的遇难者那里 抢走的 却由于时间紧迫 而没能把他们都融成金块 实际上 有相当数量的黄金 是从处于德国的犹太人那里 抢来的 因为希特勒 曾经硬逼着犹太人 交出自己家中 除金牙和结婚戒之外的 所有贵金属 图为被藏于默克斯宝藏里的 爱德华 马奈的冬日花园 这幅名作的作者 是法国的印象派大师 矿洞中在黄金 白银 珠宝 以及现金之外 还藏有数千件的 珍贵艺术品和文物 幸运的是 纳粹并没有将这批宝藏 挥霍在战争之中 这里是迄今为止 所找到的最大纳粹宝藏 此外的像是 大德意志宝藏 希特勒金 龙梅尔宝藏 这样的宝藏 尽管都是真实存在的 血液人未被发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